在有关FF紧急仲裁的结果出炉后,贾跃亭并未放弃吹死挣扎,数次通过FF发布所谓,然而,一位FF美国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贾跃亭曾在10月18号仲裁临讯中突然提出要剥夺恒大资产抵押权的新申请,而该申请已被紧急仲裁员于10月22号驳回。 相关把绿文书已于当日下发,因此,25月的仲裁书不再重复,而贾跃亭以25日仲裁书中没叙述来向公众暗示仲裁员从未驳回资产地压权,明显混淆事情。 10月27日,FF又在旗上再发,声称在关于申请紧急救助的仲裁中全面胜诉,并称仲裁停,并未驳回FF要求剥夺恒恒大融资同意权的申请,FF并无相关诉求。 申阅停在中表示,恒大健康公告中有关仲裁听驳回FF确底剥夺恒恒大融资同意权申请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根据紧急救济裁决书,FF在本次紧急救济仲裁中,并无相关诉求。 恒大健康公告故意把另一仲裁中FF的诉求与本次紧急救济混淆。 针对这一点,知情人士表示,申阅停明显罔顾事实。 其一,申阅停在紧急仲裁,拥要求彻底剥夺恒大的融资同意权,紧急仲裁员并未接纳。 其二,在紧急仲裁程序中,申阅停又突然在统一仲裁中提出解除恒大资产抵押权的新申请,何来提起另一仲裁之说? 所以,弄虚作假其实是申阅停一方。 而且,机遇仲裁事实,恒大健康10月7日,即10月25日,发布的公告已作出如实披露。 即申阅停在紧急仲裁及最终仲裁的诉求分别为彻底剥夺恒大的融资同意权,即解除双方所有合同。 对此,有律师分析,恒大健康作为港交所上市公司,即公告受到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交易吧,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严格管控,需承担法律责任,很难想象一个是值千亿的上市公司。 在这样的法律监管以及明确的法律文书,小汇公然扭曲事实,而恒大健康此前公告明确显示,仲裁员已驳回了申阅停,彻底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的申请。 有接近恒大内部人士表示,剥夺恒大融资同意,全是申阅停此次仲裁的核心诉求之一。 假释精神胜利法的背后,推测是由于国际投资人对标大方的信用度要求较高,投资者是不会掩烂严重失信的人,因此申阅停试图通过制造声势,打消对其老辣形象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目前恒大内部正在与律师团队研究,就申阅停的考虑对他提起诉讼。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